第十五題 有一個組合的圖形呢 其中每一個四邊形都是正方形 每一個三角形都是直角三角形 如下圖 如果正方形甲的面積是1 所有的正方形含有含甲 這個面積核是多少 這個題目呢 很多同學看到這麼複雜的就想要放棄 請你先不要放棄 這個題目其實不困難 不困難 我們先來看一下 有甲的這個正方形的一個直角三角形 我們假設直角三角形的三邊長是ABC 那直角三角形三邊長是ABC 直角三角形就有一個定理叫做B式定理 B式定理講的是說呢 斜邊的平方等於兩股平方合 斜邊就是C C的平方等於A平方加B平方 也就是說呢 這個C平方呢 就是甲的面積 那這個A平方跟B平方 就是另外兩個正方形的面積 所以呢我們把它寫上 給它一個名稱好了 假設這個叫做乙 這叫做丙 這叫做這個丁物 甲乙丙丁物幾根 好 這時候呢我們就知道喔 這個甲的面積呢就等於 乙的面積加上丙的面積 好再來我們繼續往下看 請你看右半部 右半部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也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三邊長往外做正方形 你可以得到一個結果 什麼結果呢 什麼結果呢 叫做這個乙的面積呢 它會等於 幾 加根 同樣道理喔 同樣道理 把你的目光呢看一下 左半部這個地方 左上角這個位置 左上角這個位置呢 它丙丁物呢 它也是一個直角三角形呢 這個往外做三個正方形 所以你還是可以得到 丙的面積呢 就等於丁加上物 好囉 那這時候呢 題目要算的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題目要算的叫做 這些正方形全部加起來 也就是 加 加乙 加丙 加丁 加物 加乙 加乙 加根 看起來好像很複雜 請注意 你把它換 這個把它 稍微整理一下 你就可以看出規律了 乙 加乙 這叫做乙 丁 加物 這叫丙 好囉 還有一個 乙 加丙 乙 加丙 就是 甲 那甲 還是甲 那這邊還有一個 乙 加丙 這就是甲 所以呢 我們就知道 這些面積啊 原來啊 就等於 甲 加 加 加 等於三個甲加起來 一個甲的面積是1 所以三個甲加起來面積就等於3 所以這一題答案選A 這個選項 看起來很複雜 事實上呢 你把它做個整理之後 這個題目 其實就是必是定理的應用 為了 仔細 約 五張 五張